各位有一個貼文 BBC自己弄出來的 BBC News World 題目是 Sock and Horror 震驚和恐怖 At scene of 加薩Airstrike 加薩的凶宅 這是來自BBC 這幅圖在前面 把視頻放在頂上 除了視頻有顏色外 整篇是黑底白字 算是有良心 明知是黑 不用用黑底白字 連自己的招牌都用黑底白字 這個題目跟大家說了 就是他用加薩地帶爆炸 第一句 最少16個人被殺在一次空襲 一間學校在加薩地帶 這是巴勒斯坦官員所說的 沒有說誰做的 只是巴勒斯坦官員說 有16個人被殺在一次空襲 多少人被殺在建築上 更加多人受傷 這個建築是什麼呢 到現在還未說 已經是第二段 那裡是sheltered displaced people 有很多無家學歸之人 在那裡採取一個庇護 在加薩地帶爆炸 這裏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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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哈瑪士分國 這裏也有很多 到現在還未說 這裏也有很多 這個地方是個其中 至今也沒有說 然後要一看自己的視頻 在这个视频中看到成年人和儿童 在一个充满烟沉的街道上 在废墟之中抗腑他们去救救受伤的人 说到现在也没有说这是什么 终于第一次提以色列的防务军队 说它攻击了若干的恐怖分子 在哪里呢? 什么学校 说到现在 BBC第一次敢用以色列的官方说 以色列炸了若干过 是有恐怖分子的结构 Iveenis现场看到的人就说 告诉BBC知道 这个集击是集击这家学校上面的几层 附近有一个很繁忙的市集 估计当时有7000人在这个学校内寻求庇护 BBC非常有勇气 起码将这件事报出来甚有勇气 但勇气得来 BBC就没有把情况和观众解释得清清楚楚 加薩地带的爆炸 是它的天然气爆炸 也说什么?没有说 到最后才加剧以色列的防务军队 曾经攻击几个建筑物 这建筑物是否刚才说的建筑物 没有交代清楚 接着就说这个集击 又没有说什么是集击 集击就是这家学校的顶层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 第一 这是一间学校 第二 这间学校有7000人在我寻求庇护 我可以想到几极涌 第三 这间学校被人轰炸 谁轰炸呢?BBC没有告诉你 连学校这件事都在最后才说 如果我说的话就反过来吧 以色列轰炸一间学校 学校里面有7000人在寻求庇护 这次的集击造成了十几个人受伤 但是为了要符合BBC的一向态度 只可以把这些东西轰炸来说 重要的事情不说出来 除非你真的去看 如果大家只看标题 加沙烧地带好像有爆炸 完了 看完了 知道加沙烧地带有爆炸 没有实际为何会有爆炸 谁造成爆炸 以及这个爆炸的地点 其中一个学校 是一个好7000人在寻求庇护学校 在那些7000人之中 有没有恐怖佛祭里面 根据以色列的说法就是 很难分得出哪些人 是哈马斯的支持者 哪些是巴勒斯坦人 所以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成年男人 都是嫌疑人 我想到7000人里面 总有几个是十六岁以上的男人 所以一定有嫌疑人 因此可以堂形皇之 以色列的防务军队 防务不应该炸人家的地方 记住 巴勒斯坦是没有任何军队 更加没有防空武器 没有军队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被以色列压住来 虐待来打 现在这件事已经连续续搞了整 八个月了 这八个月内 估计死亡人数接近四万人 这个是直接死亡人数 非直接死亡人数 相信最少是四成五 因为我们在战争中看到 非死亡人数大约是三至十五倍 在加勒地带 利用饥饿作为一个战争手段 利用停止药物供应作为一个战争手段 其实目的只是一个 他想把巴勒斯坦人完完全全地从土地上赶走 记住巴勒斯坦人在土地上是原居民 以色列人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去那些地方 移民之后着囚枯佔 还要把当地的人民赶尽杀绝 现在利用饥饿 利用断供药物各种手段 唯一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巴勒斯坦人 从这个地方消失 做不做得到的呢 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但是呢 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 而呢 西方 政府加上媒体 在这里 遮遮掩掩 这件事大大方方出来说 以色列空军 襲击一家学校 那个学校有7000多人在寻求庇护 很简单一个标题 吸引眼球把资料说完 但是西方媒体遮遮掩掩 他有勇气报道 不过没有勇气把事实说得清清楚楚